這是冰冬區眷村勝利新村內地的孫立仁將軍行館 本地在日本時代叫做崇南官社群 就是日本六軍飛行第八人隊的宿舍群 孫立仁大的是第三飛行團團長的宿舍 這是河洋混搭室的建築,處定是日本社群的混賞 而河洋的就是山羊社群 混成真厚兩棟,後面這棟就算是比較少人的部分 一九十九年,美國麥克阿瑟總軍希望孫立仁來到臺灣可以混人行兵 為什麼要來這裡煮? 他是山群董司令,那時候他來臺灣練兵 在鳳山練兵 那時候他一直沒有訓練軍隊,就需要一個宿舍群 讓他和他的部署來住 密道,為什麼要密道? 跑出去的? 日本蓋的 日本那時候在這邊的時候 從這裡跑出去哪裡? 下面四通八達,然後六十公分高,然後必須那個 不是喔? 對 這個地方聽說他長大到一九五三年 再來當然就是由復興四世的軍隊就要把他抓去長崎基進 所以這一站變成是空軍交代售 孫立仁就把他抓去長崎基進去台東向上路 差不多有三十三年紀錄 再看起來這樣,真好 可以去外面拍 外面拍風景 哦 可以,可以,可以 坐到這個小洋台看爆 剛在坐這邊,看爆因為風 風很涼快 剛在這邊之後發現他的義勇中寸 這個就好像是他的真雞 然後這裡就有 這邊就說他太太要生了,他要回來是不然嗎? 然後他們就住台中 對,就在台中時就被軟禁三十三年 一直到蔣經國七十六年去世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去世 一月十三號去世以後 然後他們就七月以後就說平安 一九八百年主經國四年後 那一年的五月接任總統的李政輝 下令回合到孫立仁的自由 現在這檔最後一定進行名稱 結束孫立仁將軍行官了